嗨 大家好 今天呢来教大家画一种像网状的柱子 那这个案例的外观呢跟上一个案例很像 但我们在上一个案例中呢 我们是从Ryno里面绘图 然后可能透过Gumbo或者是控制点的调整 然后再将那个资料传回GraceUp里面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把我们需要操作的 都在GraceUp里面完成 好 我们到Curve底下这边呢 我们选取这个Circle 把它拖拉下来 它在这个位置 圆的话呢需要输入它的平面跟半径 它平面的话呢有点像是工作平面的概念 它就是我们这个圆它的圆心所在的这个位置 那你如果平面有倾斜的话 你这个圆的角度也会跟着旋转 或者说它可能会有点像翘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现在预设就是这种Wattop也就是XY是平面的 我们就不跟动它 然后半径的部分呢我们把它调整成10 好 这样你就看到我们这个圆就有点长大了 好 那呢我现在要把这个圆往Z轴往上移动 那如果我要移动的话呢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到Transform底下 Transform底下这边的标签都是跟物体的变形啊 移动啊旋转等等有关的 那我们现在来选取这一个Move 移动 它在这个位置 好 它这边呢需要输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就是Geometry 第二个的话是Motion它是向量 那Geometry的话呢我们在前面有讲过说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它可能底下涵盖了点线面提点等等 那Circle的话它就是线 所以它可以直接的送进这个我们要Move的这个Geometry里面 那Motion呢它是向量 表示的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它要往哪个方向移动 那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上面是写0010 表示它预设的就是要往Z轴移动10 好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Circle的这个Curve呢 我们把它送进Move的Geometry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圆它就已经往上涨了 但呢我们要让它自己涨高一点 所以我们再自己做一个新的向量 我们到Vector这个标签底下选择最右边这一个 一样是向量的小标签 那它这边有很多不同的单位 像是UniX或者是Y然后还有Z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是Z 我们把Z选取然后拖移下来 好它在这个位置 好那它前面的这个Vector呢就表示说我们要移动几个单位 它预设是1嘛那我们在前面打20 好然后把它送进UniX的Factor里面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已经带有Z向量 而且是20单位的这个向量呢 送进Move的Motion里面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圆呢它就被往上移了 有没有移到这个位置 好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分别针对下面这个圆 还有移动过后的这个圆 个别进行分点 那分点我们在上一个案例有操作过了 它在Curve底下这边这个Divide Curve 就是要分割线嘛 好一样在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这时候呢就直接复制一个Divide Curve 按住按住Alt键好然后我先把下面这个Circle 的Circle送进这个Divide Curve的Curve里面 好然后把Move的这个Galometry就是移动完的送进Divide Curve的Curve 那我们分割点的数量呢我们让它多一点 我们这边给20 好我们把它送进Count 好那一样呢把它送进后面这一颗Divide Curve的Count 好那记得我们把Shift按住 这样就可以做多重的一个连接 好这样子的话呢上面的圆跟下面的圆都个别分号点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用Line来进行划线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直接把下面这个点的Point 还有上面这个点的Point送进来 好你看这样就划好了 那呢我现在希望这个线啊它有一点倾斜的这种效果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旋转上面这个圆来达到这个目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上面这个点的这个顺序哦 我们到Display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Point List 这个的话是看点位顺序的一样在上个案例也有介绍过 它在这个位置 好我们把上面这个点的点呢点位呢送进这个Point List的Point里面 那size把它调大一点调成1 好那我现在先把这个进行隐藏哦 好你可以看到它的0在这个位置有没有 我们如果透过旋转这个圆啊 它的上面原本这个点位的顺序其实也会跟着旋转 所以呢如果我下面的0也是在这个位置 但它如果连到上面的0呢它却是有有偏移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那这条线就会倾斜了嘛对不对 好那我现在呢我就要针对上面这个移动过的圆 我们来进行旋转 好旋转的话呢我们到Transform底下这边选择Rotate 好拖拉下来 那我们它在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好一点的位置 好那呢我们现在是针对Move完的这个Geometry 我们要把它送进Rotate的Geometry里面 好那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这边有一个Angle 我们比一下停留一下 你看它上面写0.5乘以π 这个是以弧度为单位的哦 就跟我们平常惯有的那个角度的那个度数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来把它更改成度数 我们在Angle这边滑鼠记得要比在Angle上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键 选择这边有一个Degrees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前面输入数字 它就会自动把它转换成角度的单位了 然后呢或者是我们按一下Ctrl-Z回去 或者呢我们可以透过有一个数学的电池我们到Math底下 在Shin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Radiance它在这个位置 这个的话呢它就可以把你看它前面这边输入端是写Degrees 它可以把我们惯用的度数呢它可以把它转换成弧度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送进来给这个旋转的角度尺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然后我们在角度这边我们先打45 好先暂时旋转45度 好然后把这个好的之后的弧度呢 你看它这边已经改变成0.785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进Angle里面 那旋转这边还有一个参数是Plan 那因为呢我们现在底部这个Circle的C 它一样是用这个XY平面 就它都是平的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我们就不用去做更动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旋转过后的点了 那呢我们现在把它送回这个原本这个Define Curve 它所吃的这个Curve 我们把它更新 我们现在要更新程式已经旋转过后的线 好我们把它送进来 可以看一下这个Point List的顺序 好我放开咯 好你看它就旋转了 有没有 好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它就旋转的更明显 好那我们移动一下这个电池的位置 因为你看它拐一个这么大的弯 其实不太好阅读嘛 好我们把它整个往这边平移 好就很多时候你们在自己进行那个拉电池的动作的时候啊 就是可以稍微这样整理一下电池 你如果把它这样圈旋起来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些箭头 就是让它对齐 有时候把电池整理的整整齐齐的也蛮让人开心的 好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个线啊给它长一点分量 那在Ryno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针对线来做Pipe 就是让它变成管状的 那在GraceUp里面呢它一样也有这个指令 我们到Surface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Reform 这边就有Pipe 这个指令呢跟Ryno里面其实是一样的 好那可以看到它这边需要输入的就是线 然后还有这个Pipe的半径跟它封口就是它收编的那个形式 那你我们看一下它下面这边有写 零的话是None就是没有它可能就是空心的 那一是Flat就是它是收成平的 二的话是Round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试试看 那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线都送进来 我们需要送的就是这个已经有点倾斜的线 然后呢还有这个底部的这个圆跟已经移动完 而且是抬高的这个圆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圆先送进来 按住送到这个Pipe的Curve里面 好有点远稍微缩小一下 好然后这时候我再把这个上面这个Shift按住 记得送到Pipe的Curve 然后再把这个Line送到Curve里面 那它现在有点粗嘛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半径 把它改成0.2好了 好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细致一点 那我先把原本这边这个Point List关掉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Cab的形式 我们稍微把这边放大一下 好这样应该看得够清楚了吧 我们Cab呢我们用Panel版这边 我们拖一个Panel下来 我现在先打1好了 好缩小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边呢预设的是None 就是没有它这边就是空心的这样 然后我们打1的话1的话是Flat 就是它是平口的 我们把它送进来看一下 你看这边就有面封起来了 那如果我们打2呢 它就变成圆的了 有没有好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那这个的话呢是今天的案例 好我们一样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有教大家工作平面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我们在画原啊或者是在旋转的时候 它都会有个这个Plan的参数 它其实就牵涉到我们所要目标的那个工作的平面 好然后有介绍传放标签底下的移动跟旋转 那在进行移动的时候呢有牵涉到向量的一个生成 然后在旋转的时候呢它有这个Pi跟Degree这种单位的差异 所以呢很多在GraceUp的电池啊它的一些单位有些是预设的 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不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都要记得要在那个标签上面停留一下 看看它所需要的单位是什么 然后最后呢我们有利用线来进行这个Pi的生成 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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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